奉剑 天道无常 因果循环 我等 理应抱有敬畏之心 你欲 窥探天机 义父绝不答应 义父 女儿从小被父母遗弃 是义父把奉剑捡回来 悉心照顾 养大成人 教导女儿为人处事之道 女儿因为能够预言 被人当作是怪物 又是义父 把女儿维护之机 要不然 女儿早就被人当作妖怪 被火烧死了 这些年以来 女儿一直谨记义父的教诲 从不敢随意窥探天机 可是如今 事迹从全 女儿只想找到严靖的下落 至少能给兔勒使节一个交代 况且 现在八方宝刹之内 朝廷已怕汉僧入主 这是两方友好的见证 如果因为女儿的原因 让八方宝刹 以及细域不稳 那岂不是伤了两方的和气吗 若是两方开展 生灵涂炭 苦的可是黎民百姓啊 还望义父成全 不行啊 我是绝对不会答应你 剑儿 当初义父收养你的时候 就是希望 你能够像个普通人一样的活着 况且当今圣上 最忌讳鬼神之术 切记 万不可让旁人知道 你有此神通 以免遭来杀身之祸呀 是 奉剑知道了 义父 太子因我受到牵连 女儿心中实在过意不去 恳请义父在二生面前 都为太子美言几句吧 你这个孩子啊 就是心态善